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GL戰隊對上AM戰隊 的一場頂尖的賽事比賽 那這張地圖算是 游海游墨 好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大家所選的文明 那這場比賽是在昨天 應該算今天吧 2月5號10凌晨打的 那今天早上我就來錄 這場比賽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這場 紅色塔套選擇是瑪莉歐 瑪莉歐這個生成金礦 那還有這個標悍精神 可以做使用 算是一個也是偏後期的文明 那再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道特 道特是瑪雅 瑪雅有這個支援永續的5%的效果 還有這個超頻的工兵 那或寫好老英國老英 血量100滴 可以使用 那再來看一下 橘色 橘色 橘色是在這裡 是Jordan Jordan選擇是波斯 波斯這個文明是 對海陸圖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他的TC運作效率跟碼頭的效率 運作都是有加成在的 所以波斯在這張圖來說應該不會太弱 而且波斯也是有遊俠的文明 而且還有這個無限工兵 這個不用黃金的工兵可以做使用 在團戰來說也不是 非常弱的一個文明 好 再來看一下 Viper 哇 Viper這個開局也太慘了 左右兩邊就直接是一個敵人 好 Viper 開局開在這種尷尬的位置 直接在這個樹叢中間 那Viper選擇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話最近很熱門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最近 大家是怎樣 幾乎每個職業高手都在練西班牙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好 那西班牙的話 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 建築的速度加成30% 那還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可以做使用 再來就是他這個霸權科技 可以讓村民非常的坦 血量可以到80d血量 攻擊力還有9 傷害也不低 那 西班牙最大的特色還是這個 西班牙的戰船 火炮戰船 攻擊速度超快 所以打海戰西班牙的火炮戰船 是要特別小心 那 除此之外 西班牙的冰工廠的科技 也不需要黃金 所以前期可以省下大量黃金 去轉出各式樣的冰種 好 那Viper這邊 所以第一時間去幹豬 欸這個豬直接回頭 但是 黑蘭沒有看到豬 其實剛回頭了一下 稍微可惜了 不然這個豬 有可能是會被 黑蘭給拿回去的 好 那Viper這邊 多時尷尬 下方跟右邊 直接開啟就是敵人 好 那我們來看藍色 藍色也是西班牙 跟Viper是一樣的 頂尖高手 兩位頂尖選手 都是選擇西班牙 那來看一下綠色吧 綠色 綠色選擇的 這個是文明是 達魯P圖 達魯P圖 最大的特色是 烏之鋼科技 步兵可以無視對方裝甲 造成巨量傷害 那 除此之外 他的戰毛病 攻速也是極快的 那麼在前幾次的 該擺中 讓達魯P圖 獲得火炮之後 勝率 稍微往上升一點點 那 最大的特色是 這個 相公 相公攻擊速度也是特別快 再來就是海戰部分 他有自己的專屬船艦 這個樓船可以做使用 所以一個海路圖來說 他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文明是 這個也在跳動 好 葡萄牙 好 MBL選擇是 葡萄牙人 哇靠 葡萄牙的正上方也是 敵人 呵呵呵 正上方是 葡萄牙MBL 那 MBL 的葡萄牙 他的這個葡萄牙 我記得是有這個 什麼什麼戰船的 可以串燒鑽殘 是這個葡萄牙人 好像是齁 那葡萄牙人的話 海戰也是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 葡萄牙的 所有的黃金單位 都有這個 20%的減免 最特殊的是這個 風情砲單位 可以是 開射很多子彈的 那他還可以到地龍時代之後 再出這個 港灣大神戰 做一個支援無限打法 攻擊支援給隊友也可以 好 那再來看最後一個 紫色 紫色這邊也是瑪莉 哇高手們選擇的這個 文明其實都 大致上都相同 團戰比較有用的 大概就是這幾些 那瑪莉的話 比較算是多功能型吧 跟他生存金礦 金礦培挖了很久之外 還有這個彪漢精神 可以用這個攻擊力超高駱駝 跟這個裝甲 騎士還有這部大肉麻 去做個騷擾 那飛刀女獵手 在團戰比較少出來 有點實質上 使用飛刀女獵手的一個 機會是偏低的 有點對手不可能只出步兵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場的開局 那目前大家這個時間點 都已經點下了 織布技術的樣子 哇這邊已經開始點織布了 18P要上封建時代 直接開扁 那這邊很有可能 直接上織布 點這個封建 馬上是要來插viper這邊 建塔 那這邊viper有被保隱的狀況下 如果跟對方對射的話 風險是蠻大的 那也很有可能 viper這邊是 要幹嘛要幹嘛要幹嘛 辣山村去吃果子 然後這邊是 黑啦 黑啦 黑啦這邊採果子 直接拿村民開扁 然後這裡想要圍 圍起來viper的村民 但是沒機會 好 這邊直接開扁 拉走村民 viper看到 哇 這果子的部分 全部都被搶走了 那自己也很難上到這個 封建時代 肉還是不太夠 那如果不夠肉的話 這個漁船就要一直按 就不能代替 所以viper這邊漁船 到六招之後 可能還會繼續按 不然這個肉有點太少了 好 viper這邊 村民宿來到21村 感覺是要來到直城了嗎 聰明宿一點偏多 而且 上封建時代的時間 真的騙太晚了 如果人家一來插討 他完全沒有反擊之力 只能用村民直接 硬尻 好 綠色這邊 擬控 已經開始 準備要來上到封建了 好 一到封建時代 這邊會插塔嗎 先挖金礦 要來出小弓 哇 這麼狠喔 直接出小弓 逼死viper 黑了啦 上面已經把上方的地方圍死了 但第一時間沒有插塔 如果是我會想要把這邊插一個塔 這邊viper的村民直接下來 看到這邊 哇靠 怎麼到處都是敵人 然後現在這邊又被圍起來了 三隻臭命有沒有要回去 viper一開局 直接慘召 慘召兩國圍攻 這邊只能往下 尋找其他資源 好 viper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這邊 尼控沒有趕進殺絕 也沒有直接在這邊插一個箭塔 斷他木頭 AN站隊這邊的黑啦 黑啦這邊還沒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所以現在也沒有要做一個反制 只能稍微圍一下viper的一個家裡 好 那這個山村直接到了下方 直接開吃魔房的果子 那尼控這邊是有挖黃金的 所以很有可能 這邊可能會有戰船過來 因為他這邊是打海的 但是尼控戰船是在偏遠地區 是在最左邊 但第一時間也是找到了viper的漁船 viper的漁船也是只能先撤 應該會被收掉一台 第二台沒有先收掉 好 這個會去追嗎 不追 回頭先去打再補魚的漁船 漁船越來越少 尼控這邊地心挖黃金沒有出小弓 是選擇打海戰的部分 viper是陸地上的單位 還在繼續做生產 好 雖然已經到封建時代 喔 這邊直層速度很快 24匹直層 哇 這樣也可以讓viper直接上直層 太厲害了 好 那這邊直層成功 然後直接 趕快大挖石頭 要來準備出西邦的征服者 雖然自己已經沒有漁船肉量 所以大挖出西邦的征服者 一定肉是不夠的 所以大挖應該會去撒田喔 或是去吃野味喔 我覺得現在去吃野味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現在家裡的狀況 太容易被針對了 你只要一插田 田差太多 人家只要一根塔 就直接鎖死你的肉了 好 不如就去拉個幾隻村民 去吃果子阿 或是打個獵阿 都可以喔 讓自己的單位 比較有機動性一點 那目前看起來 Viper這邊移上城堡時代 要來直接插大橫堡 來鎖死擬控這邊的經濟喔 我覺得他這個城堡 應該會插這個位置喔 直接把金礦鎖死 還可以再拆個TC 蠻賺的喔 但是這邊擬控居然好像有意識到喔 這邊跨到城堡時代了 Viper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 但是這邊已經開在我一家 而且這邊還在挖 蓋根劍塔 Viper這邊直接回頭開扁這個木門 木門來得及蓋起來嗎 感覺是蓋不起來 直接拉大量聰明開戰 這邊大量聰明直接拳頭開扁了起來 Viper這邊決定不跟對方硬尻 選擇撤退不挖石頭了 那 Viper這邊的石頭量資源夠蓋城堡嗎 感覺是不太可以的 哇靠這邊直接把 Viper給鎖死啊 想要堵住這個入口 好 Viper這個 哇 欸可以欸可以蓋這個欸 可以蓋城堡 可是沒有地方可以給 Viper蓋啊 哈哈 六九七 哇第一時間 Viper沒有決定 哇這邊決定低TC然後蓋城堡 這更可能 哇這樣還有石頭可以蓋TC嗎 沒有 但是可以挖黃金喔 有木頭 OK 好這邊直接起一個城堡起來 城堡蓋好 只能先再挖個木頭 這邊靠買賣一下喔 買一個石頭然後再蓋TC 會比較好 哇上方也有城堡 哇完蛋 這個黑拉跟妮控把 Viper倦養在家裡 下方這邊吃 欸沒有在工作了 現在太忙了 村民直接開扁房子想要出去 西班爾正負責想要慢慢出來 但是這邊蓋房子人有點多 射程有點距離喔 射不太到村民 哇這個是砲槍 一直沒射到 喔射到了 再一把 OK房子越蓋越後面 哇這個畫面非常特別 直接大爆圍 好 Lieper這邊西班爾正負責 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因為這裡房子圍太多了 右邊這裡房子也是越補越多 這邊還補上了大石牆 而且右邊還有黑拉的 西班爾正負責開出來開BAM了 好這邊擬控直接損失一吋 但這個石經典只損失一吋已經很厲害了 好這裡再補一下一個劍塔 稍微可以擋一下西班爾正負責的騷擾 那Lieper這邊只能往上面開始出去了 但上面這邊要出去好一段時間 外面還有一個劍塔 這邊要打出去真的是有點困難 好 那黑拉的西增 也是在這邊想要極力 讓Lieper無法發展 Lieper這邊直接被兩家給攻克 好我們來看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紫色 跟這個紅色 紫色是這個 這個什麼 天才少年 應該這個名字應該是天才少年的名字吧 好像是耶 那這邊卡套是用肉馬跟對手 在對一個交戰中 而且還有工兵 這一波村民可以蓋起來這個TC嗎 工兵第一時間要趕快收掉 所有的長槍兵 肉馬才有自己的輸出時間 但TC已經快蓋好 所以這邊肉馬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輸出 好這時候騎士已經出來了 然後這邊還在封建時代 現在是封建打城堡 稍微有點危險 好那Lieper這邊持續被夾攻 這邊又起了更多的箭塔 Lieper能伐木的地區越來越少 怎麼辦 直接被巡洋在家裡 村民也不能按 因為沒有TC 好 那Jodan這邊是發展最好的 GL戰隊的玩家 再來就是Dout Dout跟 Jodan是GL的最後希望 那AM這邊是 Hella跟這個Nikon 是打一個前期快攻 那下方這邊兩邊是互相交戰 是沒辦法 無可避免事情 所以今天來說不會太好 但是Nikon這邊其實分數也是蠻高的 哇這個大捕魚 一隻捕一隻爽 好這邊Jodan開出一條路線出來 Lieper想要出來 這邊來得及圍嗎 這邊回去貶個一下 好這邊Jodan打出一個逃生路線 西班牙正覆者終於可以出來了 好這邊第一時間出來 後面有戰團做防守 好這邊是Jodan戰團過來幫忙Viper這邊的一個海域的部分 好這邊直接手撕箭塔 哇這個Nikon太狠了 最後一根箭塔 還要再繼續插 完全不放過Viper 好第一時間射掉 哇可以啊 Viper這邊操作很秀 哇這個箭塔起不來直接低調 有點可笑 已經88%了 就算低調支援也拿回來只剩一點點 好但是Viper終於有玩遊戲的權利了 終於可以開始出去彰村民 NBLDC也被彰到 好那這邊DOTE做一個聯繫 終於Viper被解救出來 用這個羽射手也去幫忙射一下 NBL的一個狀況 NBL這邊是打一個存農的樣子 好沒有出兵欸 3TC開農 哇這個打得巨農 這邊TC還沒蓋好 好在Viper這邊更多村民走出來 可能是想要先來逃難 越人在這邊繼續發展下去 會對Viper越來越不利喔 越人Viper的村民被鎖死在20村了 沒有TC就沒有村民了 所以就只能趕快逃跑 在這邊撤退路線的時候 又遇到對手 A.M.HELLA的 七箭的追擊 快點拉自己的主力部隊回救一下 但這邊村民被彰的有點多 哇一直倒了 很慘 這邊想要秀一下操作 但是A.M.HELLA 操作更好一點 而且這邊Viper有點砲槍 射不到啊 直接被擺換掉了很多單位啊 哇殘血的一直收不掉 看了好痛苦 好兩邊都在互相開槍 好終於收掉殘血了 A.M.HELLA這邊數量開始變少 好上方又蓋了一棟城堡 A.M.HELLA步步為營 開始逼近了Viper的領地 Viper的城堡也開始受到了騷擾 這裡有金牌在射 當然城堡也是可以反擊 好 這邊剩下四個村民 直接在於家裡原地伐木 TC部分往左看 但我覺得距離GAT還蠻近的 但他應該是相信DOT會來解救他 他可能覺得DOT應該是把MBL給打殘了 所以並不會太擔心MBL這邊的進攻跟反擊 所以才把TC蓋在這個偏初死家裡的一個位置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還是蠻危險的 因為下面就是NICON了 後方又是HELLA 上方有MBL 下方還有這個天才寶年 JORDAN這邊過得算是蠻樸實且無法的 過得挺好的 那T這邊TC效率運作超高的關係 現在村民樹最高領先是JORDAN的關係 但HELLA這邊村民樹也是蠻多耶 70村 那HELLA這邊蠻強的 那邊出兵還可以再把這個村民 越拉越多 那BIPER這邊村民樹著死有點慘 現在沒有捕魚的效果在的關係 自己的村民只有少量的十幾村 那這邊趕快吃野味補下肉量 才可以按村民 還有補這個C增的數量 那這邊上方MBL 再努力極度對抗DOT 那MBL這邊出頭車想要反制 C增給到了一點壓力 主力部隊只能緊盯的C增 但是不能到海安線 海安線這邊也有MBL的戰船 那目前海域都是由AM戰隊拿下的 JORDAN這邊只有拿下右邊這邊的一個戰線 實際上他們還是可以輕鬆捕魚的 好 中間這個部分 看起來天才少年要來把塔套給端走了 T4也被弄爆了 那感覺現在GRO死了兩國 BIPER跟塔套直接遠地沒有呼吸 但是只能靠JORDAN跟DOT 實際上現在是3打2 AN還有3個活得好好的 但其實我覺得AN是4個都活得好好的 MBL感覺沒有死透 而且感覺經濟還蠻不錯的 並沒有很慘 抽菌蘇還有50幾村 魚床還有12村 還有12個 所以AN來說 基本上是零損傷的一個情況 MBL這邊著實有點難打 現在要追經濟感覺也追不太起來 尼控這邊 不是尼控 這個DOT 點下地龍時代 那塔套這邊才剛升城堡 塔套這邊太慘了 封箭打爆東西 人家城堡直接反擊之後 連城堡時代也很難點下 那這裡終於點下城堡時代了 但是也已經搬家了 這邊只能靠一下這個 Jodan來幫忙了 但Jodan這邊中間的海域 想要來騷擾 但是沒有辦法 這邊有大量的一個碼頭 也直接被蓋了下來 尼控這邊 海戰打得多時很漂亮喔 基本上所有的海域都空了下來了 中間這邊還得來個大捕魚 好 那上方這邊 我覺得達魯匹圖好像捕魚是兩倍嘛 對不對 兩倍的運載量 就不用一直來回了 所以達魯匹圖這邊 海域拿下之後 他的經濟會很誇張 好 那Jodan這邊也中點下帝王時代 他這邊偏晚上帝王 已經 100平40寸 喔他4TC 喔沒事 那是正常 3TC的話會更快一點 他這邊4TC 好 而且又是波士喔 波士會再更晚上正常 原來聰明術運轉太快了 好 尼控這邊在家裡蓋下了一個城堡 Vipe這邊嘗試用吸針 想要來做一個騷擾 但這邊 尼控非常厲害 直接把吸針 直接毒口 吸針沒辦法逃出去 這個城堡一好的話 會全部直接被射死 Vipe這邊突然還是逃得出來 但是快被TC射光 哇靠 全部送光了 Vipe最後的一個希望已經沒有了嗎 這邊再來直接硬蓋城堡 要來直接阻止 修道院 跟城鎮中心的一個 位置 但是西班牙造房子的速度太快 城堡一下就蓋好了 這邊也是要硬蓋 但是可能會損失個擠村 但這比不得已 Vipe一定要做到點事情 不然這裡是有點難阻止 擬控繼續再發展下去 這邊聰明素實在太多 而且漁船也一直按 好 這邊應該齁 其實對擬控來說是件好的事 因為他的肉夠多 可以一直按炸藥桶 但是Vipe卻不行了 Vipe這邊連按聰明都有點困難了 更快是按這個炸藥桶 對不對 這個非常接近喔 這個一定炸得到的 這個劍舌來不及吃到炸藥桶 就直接蹦了 蹦 像這樣子 Vipe這個城堡 有蓋跟沒蓋一樣 霓虹第一個反應 對應來說是相當好的 好 這邊MBL開始把城堡 蓋到了Vipe的一個位置 這邊Vipe直接摳了一下 道特過來防守 但這邊城堡 依舊還是要被蓋起來的樣子 黑拉這邊也是 拉雷子犧牲過來幫忙 但是道特被 碰在後面 這邊被圍死 不要花第一時間去幫忙 這個城堡 看樣子 還是要被蓋起來了 好 這邊羽射手過來看一下 哎呀 車車車車車 太危險太危險 道特這邊 沒辦法 及時幫到道特 雖然這個城堡也要拿下來了 很可惜 Vipe這邊 被蓋起來之後 這個TC 兩個TC都不妙喔 嘖 這邊風行炮可以一直出 風行炮 光風行炮就可以拆家了 上方頭車直接開閘 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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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掉 噢 差一點 血量差一點點 哇這個城堡很狗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方 紫色 紫色這邊也是弄得非常的完整 沒什麼太大問題 該手都守住了 但是塔塔這邊也是慢慢想要有呼吸啊 聰明術回到36層 但是這時候 POSE已經開始把自己的 重裝起勢轉了出來 看一下遊俠怎麼做到事情 如果Jordan 遊俠沒辦法做到事情 可能GL 就要打上GG了 因為遊俠這邊是 Jordan GL戰隊最後的希望 但這邊紫色 天台少年是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的駱駱攻擊力超級高 不要和金神點下重裝駱駝 攻擊力全點滿 攻擊力有7加7喔 攻擊力14的駱駝 非常兇狠 打遊俠一定沒問題的 看這邊 MIPER 還是 直接被逼到死角 更多單位跟城堡亞的過來 裡空強大的經濟 開始轉出了自己的邊劍兵 邊劍兵是擁有可以蓄力的一個一擊必殺的效果 攻擊力特別高 來看他邊掉地下山會爆血 好 一半 又一半 攻擊力沒一點喔 如果攻擊力優點的話 一人一刀 直接可以鞭死一隻村民 MIPER這邊直接被逼走了 兩個TC全部直接被端走 MIPER這邊選擇兵分兩路 上面選擇一隊去DOT的家裡 另外也是去Jordan家 那這邊 DOT這邊也是努力在進攻 但是下方OK了 西班牙轉出了重裝騎士 西班牙就是要打遊俠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地後還打什麼犧牲 遊俠還是給力點 哇很痛 完全擋不住 哇這個就是我說的 瑪雅羽射手最大的弱點 就是打騎士不太給力 尤其是打遊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遊俠手 攻擊49 那你射遊俠 是 遠防七 你射一下遊俠 只有兩滴血 可以 超級難打 你可能打個強弩的話 傷害會更高一點 會多一攻 但是還是有點難打 真的要擋下來的話 是沒辦法用弓箭手 用你射手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出擊兵喔 才能擋下遊俠進攻 那這邊AM戰隊之際 全部的運轉 分數已經反超非常多 現在GL戰隊分數落後2000分 哇有點太慘了 更多的遊俠直接貼了上來 直接把這裡的 所有的 羽射手全部吃掉 刀頭這邊 開始轉出大量的擊兵 但是 AM黑拉這邊 經濟實在是太好 遊俠一直按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黑拉也是把自己的所有資源給用完了 我沒有在顧慮的 好那正面這邊也開始圍加 然後稍微守一下 對手繞加的一個狀況 正面補下更多遊俠最助手 卡套的一個正面 但是這邊天才少年的一個駱駝 在前線做一個防守 所以第一時間 Jordan沒辦法到後方去做個騷擾 有點可惜 好那這邊火神槍點下 火神槍點下之後 這個火藥單位了 就可以吃到彈道雪的一個效果 風情砲火槍兵 跟這個火炮 會射得更精準一點 這個是布塔的這個特殊能力 好那火炮可以吃到彈道雪 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可以試驗要來拆一下巨頭 巨頭帶來一發 收掉 OK 奧特這邊打出了GG 哇 謝羅居然戰敗了 哇我覺得這場有點是地形殺 Biper直接被三國夾擊 應該算是四國 真的說是AM戰隊這邊的開局地形太好了 也是他們的一個觀念很好 第一時間也知道先把Biper關起來 讓他阻止他發展 然後我覺得最精彩是這個地方 居然用防止 讓Biper沒有空地可以蓋城堡 一定要讓他置低TC 才能蓋一下自己的城堡 好這個也是相當細節的一場比賽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 那應該經濟上面就不用看了 很明顯是AM戰隊這邊經濟擰 其他方面我們先不講 那我覺得主要的問題是 Biper這邊被包夾之外 那塔到這邊封建時代開戰也是個問題 因為在有墓中你封建開戰很容易被人家職程打下來 尤其是自己海戰還打樹的情況下 對方海戰還活得好好的 肉量還很多 這時候對方一定很快可以高速上層 那高速上層稍微收村然後插個箭塔 到城堡時代的騎士一出來 那前線一定會崩潰的 因為你封建時代出太多兵 好吃喔按太多 弓兵也按太多的一個情況下 你是很難再點下城堡時代的 相對有點可惜 我覺得應該也是他們戰術上的選擇 他們可能覺得認為封建時代離這麼近 還可以打到點東西的 但殊不知現在的油墨 這個Meta也是直層的打法還是居多的 封建開戰真的是很容易 就直接就下去了 就像塔套這樣子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可以的話也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